内地最新通报的7宗境外输入病例 其中一宗是由美国输入北京的个案 北京市疾控中心就通报 这个女患者是在美国被拒绝做核酸检测 去到北京求医之后确诊 市疾控中心说女患者又重庆部籍 长期定居在美国麻萨珠塞州 自称上个月26日在当地参加公司的会议之后 陆续出现发烧等病征 今个月分别四次去到当地医院求医 X光显示有肺炎 但在医院没有安排她入院 患者三次申请做核酸检测都被拒绝 星期四她和丈夫和儿子搭航班前往北京 上机一个小时后自称血糖低 获安排坐到最后一排隔离区 去到北京之后获转送去到指定医院 星期五确诊 陪同她的家人也列为疑似病例